大家好,我是小林,欢迎收看均匀圆艺 杜鹃花姿态优美色泽艳丽,很多人都爱养 想要它开出高质量的花,除了平时养分充足外 花期前也要喂点醋花肥 比如这一勺催花水,杜鹃喝上四顿 花朵不但能开满汁,花瓣还特别艳丽肥厚 这催花水便是鱼腥水 杜鹃开花前两个月就要考虑醋花催花了 此时施肥应以磷肥为主,而且以液肥为最佳 磷是开花的关键元素,之所以用液肥而不用固体肥 是因为液肥肥效快,而鱼清水显然是极好的选择 其磷素含量高,肥力大,而且呈酸性,对杜鹃胃口 制作方法也简单,将鱼副产品混清水装容器中 然后密封后制两个月即可 不是很大的盆栽,每次取一小碗,对上40倍左右的清水稀释 就可以交用了,每月两次 基本上四次肥水过后,杜鹃就会蹭蹭的冒花 除了肥水的追加外,输累也很重要 每一只顶上只需要留一个花苞 这样养出来的杜鹃,不但花朵大,花色更美 花瓣也更肥厚,有质感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,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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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